大家好,我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夏兰 现在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今天我来到上海博物馆 何以中国夏山洲三代文明长正在这里拦出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在我小的时候 我就看过翻译成无目国家语言的中国四代名著 我现在还记得草船借鉴的故事 这都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并决定来到中国留学 我觉得今天的展览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就和学校报名参加了 夏山洲对于中国人来讲 似乎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时期 在讲解员的介绍下 我了解到夏山洲时期 距离现在有差不多四千年的历史 又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现代中国的很多思想 物质文明都起源于这个时期 我的祖国白俄罗斯也是一个历史永久的国家 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 我看到的展品风格更多是偏向欧洲的 感觉和现代的差别不大 但是今天博物馆展出的很多都是青铜玉器 我觉得很有东方特色 看展的时候我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 全场这么多展品 我觉得这件展品最有意思 上面有像龙一样的动物 镶嵌绿松石 蒙行文方剑 真是一个傲口的名字 你一定想不到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其实这一间方剑和左边的那间方口 它是整合起来是一个 相当于是这个口里面 是装了酒 然后把这个放到这个里面 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可能是温水 热水 也有可能是冰块 所以它有一个什么功能 像冰箱一样对不对 对 而且一般来说青铜器 你看它有四个角嘛 是方形的对吧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静鸣器 像这个里面 是圆的 一般而言方形的这种青铜器 它的主人 就是你这种圆形青铜器的主人 身份更高贵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身上就是有四个 可能是小龙 因为我刚刚说了 它里面放的是水或者是冰块嘛 它是一个水器 那龙呢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是水 水 对 它是首部里面的就是水 对对 青铜器在中国的那个时候 它应该就是最高级别的这种享受了 然后它的这个制造方法 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高级别的 有点类似于可能不是很恰当 但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造 太空飞船那种感觉 所以在当时它是属于非常高级别 非常高级别 嗯 对 原来这里的很多展品 都和我们现在身边的日常用品 私私相关 有的是几千年前的枕头 有的是几千年前的酒杯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这个展览 为什么叫何以中国 因为这些文物都来自河南 一个中国中部的省份 他们解释了一个问题 中国从哪里来 为什么叫中国 两个小时的展览 很快就结束了 我拍了很多照片 回去以后我要好好整理一下 发一条朋友圈 临走前有人问我 如果没有收到学校通知 我会自己来看展览吗 我的回答是 当然了 我不仅要看上海的展览 我还要去更多中国城市的博物馆 了解他们的故事 们诶宽 我还要去世上海的 zad护 是 有意思的